我们这个概念确实是日本人发明的 中国的这个画中没有这个概念 二次元 所以我一开始听成就是 感觉就是方程式 日本它是从日本动漫来的 日本动漫我看过一些 你比如火影忍者 我就觉得里头很有意思 有人还说我 因为它是一代一代的更迭 有人说我像那三代目火影 说跟我撞脸 你说我有那么老吗 我看过那个三代目火影 那个那个胡子这么长 火影忍者的作者叫暗本骑史 他成功的将忍者 忍者是日本的一个文化 是日本一个非常成熟的文化 他让这个忍者 原本处于黑暗中的一个职业 变成了今天可以处于阳光下的一个职业 让每个人都会努力的去做这个职业 在今天的生活中与人相处 与人共事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 在今天的生活中 都是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叫什么呢 叫忍 忍的目的是什么呢 等待成功 你为什么要忍呢 生活中如果你放任自己 你肯定到最后走投无路 我们生活中一定要有一种忍耐 对吧 要有一种坚忍 忍者这个职业就说明的是这个问题 他最早可以追溯到我们的唐代 日本很多东西你往前一追溯 就跑到中国来了 你看唐代 传奇小周中有一个虚拟的人物 叫聂隐娘 隐 隐隐 隐忍 都是这个意思 他对应的就是日本的人者 前两年 这个宁娘上映的时候 我去看过 很多人认为电影比较沉闷 实际上是对中国的隐忍 这个文化呢 了解不够而已 火影对我最吸引的地方呢 首先就是这个忍术 忍术啊 它其实又称为隐术 隐忍嘛 最初源于中国的五行 顿术 陶顿 一流烟没了 忍者哥现在啊 都是成功的野外求生人 野外求生的那种 你比如我们 前两年看到最多的荒野求生的那贝爷 贝爷后来在中国国内 还做过很多节目 那就是个忍者 野外生存 首先要什么 要你自律啊 过去的那个忍者 日本那个忍者 首先是体重 我这体重就歇了啊 体重不超过多少呢 60公斤 为什么60公斤呢 因为日本人都个小啊 60公斤 我年轻的时候还有64公斤的 我最瘦的时候啊 成人以后啊 成人以前不算 我这年轻的 我这年轻的 20岁到30多岁的时候 我一只是64公斤 身轻如燕 你看那忍者 60公斤 他就能引在树上 挂在树枝上 你看现在这这么胖啊 你的树枝上一挂 咔嚓就蛇了 所以忍者呢 他就忍者 也可以叫忍者 他就能飞檐走壁 那个日本的忍者啊 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高 你比如一个细节啊 他不能让自己有体味 身体是会散发气味的啊 我们除了香飞 能散发点香味 咱们一般人散发出来 体味都不香啊 那么你身体散发的这个味道 跟你吃的东西 有直接关系 所以这忍者 他就不吃什么呢 不吃葱姜蒜 就中国过去的说的五辛啊 包括韭菜什么都不吃 因为你吃 你身上就有气味 有气味 你就容易被人闻出来啊 你不信你中午吃一韭菜盒子 你挤上那个公共汽车 你一上车 全车上都闻出 你身上那味了 所以忍者对吃的要求 吃的特素 肉都少吃啊 另外这忍者呢 他会把自己的这个食物啊 做得特别精致啊 首先要小巧 是吧 你说这忍者呢 他不能 说我喜欢我背一个 法棍 知道吧 法国大面包 扛着 那让人看见了 他那忍者都把这什么 麦角啊 梅子啊 冰糖等 变成这个药丸 叫止渴丸 不喝水 吃一颗啊 能止半天渴 挂在脖子上 随摘随用 还有一种叫什么呢 冰粮 冰就是打仗啊 当冰的 冰粮就是军粮 他是用什么呢 用什么萝卜呀 蕎麦呀 山芋呀 甘草啊 糯米粉啊 等等 把它盐成粉末 据说啊 得在酒中泡三年 等酒蒸发以后呢 把它揉成啊 核桃大小 一天吃多少呢 吃三粒 就可以支持你一天的消耗 这东西厉害吧 人者就吃这儿了 还没味儿 火影除了这个忍术 更吸引我们的是什么呢 是它里面的 形形色色的人物 众生像 其实涵盖了 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 我们的社会之所以丰富 不是每个人全是优点 是每个人都具备特点 有的甚至是缺点 一个人你喜欢他 有时候不是因为他的优点 是因为他的特点 或者有些 可以接受的缺点 所以我认为这部动漫之作 之所以那么受欢迎 是因为他在传递的正能量时候 的不空在接地气 你看你就拿名人来说吧 他小时候就是一个干啥 啥不行 吃饭第一名的 这叫干赞人 我们过去的话叫饭童 几乎所有人都瞧不上他 可是他最后逆袭成为了 七代目火影 就是第七代 现实中呢 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的都能在他身上 找到些许自己的影子 因此你在看名人的时候 就能得到共鸣 这是所有文学作品能够成功的一个前提 共鸣 我们的弱点啊 每个人的弱点 其实是人性共有的弱点 每个人都贪图安逸 都不愿意做隐忍的那种事情 那个苦练啊 就那个对功夫的要求 对生活的自律 是每个人都特别难做到的 你想成功 你就必须低赢第二人 所以我们都希望自己在慢慢的 这个人生道路上 一点一滴地接受这种隐忍文化 这种文化 我们必须得讲清楚 这种隐忍文化 实际上是一种坚守自己 忍耐环境 完善自己 使自己呢 变得越来越坚强 其实啊 不管 活影中的名人也好 还是我们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也罢 他们其实都是我们精神情感的一种寄托而已 它依然是我们生活中啊 所谓的三次元的一种映射 我们之所以啊 热爱二次元 无非就是热爱我们自己的生活 拥抱自我的一个具体表现 这不是为了酷吗 就是这是一个汉代 汉代的 俄尔多斯风格的一个金饰 是个文物 这是个文物 这个将来我们会做成文创 没这么大 这个比较大 那分年龄段啊 一般人说这个就是青年的时候都喜欢李白嘛 浪漫 中年的时候喜欢杜甫乌识 晚年时候喜欢白居易 洒脱就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他随着他的经历不同 他喜欢的诗人也会不同 因为诗人是一个比较固化的一个形象 所以他在那个年月 你比如你让一个年轻人喜欢杜甫是有困难的 因为杜甫的诗比较沉郁啊 所以年轻人很难就是一开始喜欢诗歌的人喜欢杜甫 很少的 我们下一集吧 下一集可以讲三集宋词 唐氏宋词是我这个一个庞大的计划 我一共写了112个诗人和词人 将来会把它做成节目 做成书 二次元流行以前啊 过去的虚拟世界呢 我们都是用文字表达 是吧 你在中国你只要一查 二次元这事啊 在图像出现以前 有大量的文字 早在汉朝啊 东方硕的《神异经》里就有表达 到了东晋时期啊 甘宝的《搜神记》 唐代的《尤阳杂祖》 宋代的《太平广记》 这里有大量的鬼故事 还有清代的大家熟知的《聊斋志异》啊 它都属于智怪小说 都是通过古人幻想出来的一个世界 其实古人给我们缔造了一个智怪啊 光怪陆离的一个 这个平行的宇宙 里面有什么呢 有这个怪兽 有狸猫 狐仙等等 我们这些年啊 国内的动画片兴起啊 兴起大家都 这个游戏片子啊 大热啊 每年都有出现新的动画片啊 比如这个 前两年的这个《大晟归来》 对吧 还有就是去年的啊 这个《哪吒》 今年的《江子牙》 这些都是经典文学改编的 这种二次元的一个呈现 有一个词啊 它是个英文词 我得学半天啊 这个英文词叫cosplay 就是一个类似叫角色扮演 也可以说角色扮演 其实这cosplay 就是这个角色扮演啊 历史上真是很多很多的 过去没有注意啊 也不觉得这叫二次元 你比如雍正就有 你可以看看雍正啊 雍正自己就有这二次元的梦 你别看他是一皇帝 他呢 给自己扮演中各个角色 他扮演的角色都有什么呢 他有这个湾公社孔雀的 这个贵双人啊 一会儿又把自己变 扮成这个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 又把自己变成采菊印度庄的 偷逃的东方朔 一会儿又是提毙的苏东坡 还有竹林抚琴的远界 又把自己啊 变成修行的喇嘛 然后又变成道士啊 还有钓鱼的鱼翁等等 还扮成那个洋人啊 把自己披上那个洋发 还去打老虎 他这个策页是国宝级的啊 他有十二开 你要看完这十二开策页 你觉得太神奇了 一个权力那么大的皇上 按理说 他对现实世界是最感兴趣的 为什么他还对这二次元的世界感兴趣呢 即便是皇帝 一国之君 他也有很多愿望不能实现 他也需要到二次元中 满足自己内心的一个需求 雍正的这个策页 对我们二次元做了一个很好的诠释 那么二次元其实我们有意无意的呢 都进行过很多尝试 官府博馆养猫的历史很长了 有十七年了 到今年都十七年了 我们慢慢的把偶然养的这种 被人家遗弃的遗弃猫 流浪猫呢 慢慢的呢 做成了一个品牌叫官府猫 那么这个官府猫呢 我们为他出了很多书 我们的书有好几类啊 一类是摄影类的 今天大美照啊 摄影类的 还一类的呢 是插画类的啊 漂亮 再有一类呢 就是我们这二次元类的啊 这种创作的图书 我们迄今为止 这图书出版的得有几十种了 一会儿我给你们看 我们漫画类的图书 都属于二次元的啊 你比如我们一开始就做了 官府猫演绎 什么叫演绎呢 演绎啊 是在史实的基础上 生发出去 比如大家都知道的 三国演绎唐演绎 这些都是基于历史 它虽然编了很多 但是它基本框架是真实的 所以我们呢 就基于官府猫 你看这是官府猫的王秦胜吗 你看这个 秦胜过来 基于他们的生活 我们就开始 让它生发出去 编这个演绎 我们的猫呢 我们给它立一个虚拟的职务 我觉得这个既不算二次元 也不算三次元 它基本算2.5次元 我们给了它一些这个职务 叫猫馆长 每个猫都肩负一个职责 各司其责 所以我们说它是中国最有文化的猫 我们在这样的创作当中 把这个故事系列一本一本了 出现在已经出了三本了 然后在里头呢 我也有个二次元的形象 一会儿我给你们看 我这二次元形象就是 身子还是我的 这脑袋是一马 我们三十多个官妇猫 他的爹是一匹马 而不是猫 这有点像功夫熊猫 你看那功夫熊猫吧 熊猫的爸爸 阿宝 大阿宝的爸爸 不是熊猫 是个鸭子 按照我们过去传统思维 这事不成立 我们的思维都非常窄 那认为熊猫的爹一定是熊猫 熊猫的儿子也是熊猫 对吧 但是功夫熊猫 美国人的编剧 那就厉害 他居然让功夫熊猫里的 大阿宝的爹是个鸭子 那好 我们受此启发 官妇猫的爹是个马 那的确也是这样 我这个 就是祖上姓马 所以就借这个姓 我们都知道马姓 马本身是个动物 中国的所有的动物 差不多都是人姓 你比如马 你看是个姓马 牛也是啊 羊也是啊 就有姓羊的这个羊 两点三分一数的羊 你比如说 这个熊 熊 虎 你只要知道这动物 它就一定有个对应的姓 中国的姓特别的丰富 基本上你认识那字 差不多都能成姓 那我们的官妇猫 跟我们的博物馆 跟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和猫之间发生了无计其数的故事 我们把这个故事整理起来 然后再进行编辑 加工 成为了官妇猫演绎 这就是我们理想中的二次元事件 我们的文物啊 包含了很多很多知识 我们今天都是这样 我们今天大家都希望在生活中 能够通过最轻松的方式 了解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 那我们的文化隐藏在哪呢 更多的是隐藏在我们的文物之中 对不对 我这是什么椅子啊 明白的人知道 这叫圈椅 后面有个圈 对不对 不明白的人说 这不就是一老椅子吗 对吧 说圈椅子的人 就比说老椅子的 显得有点文化 比如我旁边这个叫什么呢 明白的人就知道 这叫香机 不明白的人 顶多说这有一个茶几吧 或者说是个茶台吧 是吧 香机 这个香机特别特殊 六足香机 元香机 这样一个黄花梨的元香机 你如果上来一看 哎呦 这六足的卷草纹的元香机 人一听 您这就是内行 底下那一圈叫什么呢 叫托尼 这是内行 那我们要通过 今天的这种二次元的 讲故事的方式 慢慢地把这些文化传递给 我们的读者 我们这次做啊 这个官府都督2020的 这个这一季呢 我们说换了景呢 整个把景换得比较清新 比较符合今天年轻人的审美 你看后面是两幅图啊 一幅 我身后这个呢 叫玩古图 就是就是古玩 赏古嘛 它是明代一个叫杜景画家画的 他这个原画呢 经常台北故宫博院 杜景这个画家呢 他是继承了一个南宋院画风格的 这种院画呢 就是画的中规中矩 所以你看他这个画啊 四平八稳 玩古图呢 是杜景的个代表作啊 代表作就是建赏古器 中国过去古人 有文化的达官贵人 赏古是他生活中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他通过这个赏古 不仅仅是一个财产的聚集 更重要的是一个文化的传播 我们今天也是这样 今天我们大部分人进博物馆 是干嘛去这样啊 你不是基于人家那个财产 你是希望获得那种文化知识 懂得我们的文化是从哪里来 我们说嘛 文物提供的是历史的信息 我们去捕捉这个信息 对吧 我们就让官府猫中的花肥肥啊 和苏尔花呢 穿越就进了这个顽古图 展示的是什么呢 是明代的文人风上 那你再看我这 这个左手这个 这个这一幅小的 它侍女三花图 它跟唐代那个三花侍女图不一样 这个是清代一个画家 叫金平彪啊 画的金藏北京故宫博园 金平彪呢 它是清代乾隆年间的著名的宫廷画家 当时乾隆年间宫廷里养了很多画家 那不是有钱吗 生活好吗 就那画家在这画吧 这类画家画的画都比较拘谨 画的比较精致 画的这个画面都非常华丽 因为它代表的就是宫廷的一种生活 我们就把侍女换成了我们的猫 谢鸳鸯 它为什么叫谢鸳鸯 蓝眼不一样 一个蓝一个绿 鸳鸯眼 然后呢 它那个身段 你注意看那个身段 婀娜 你再看它挑簪子的那种 世代的那个样子 特别可人疼 它跟我们今天的生活中的人 比如一个姑娘 挑选衣服啊 梳妆打扮 没什么两样 这些都属于我们三次元世界 对二次元世界的一种向往 你们可以比较这两幅画 那关于二次元文化呢 我本身了解并不是很多 我是逐渐了解它 亲近它 我们要拥有这样的一种文化呢 你必须要跟这个社会相容 不管你是哪个年纪 我们岁数大的人呢 尤其我这样的岁数人呢 特别容易抵触这种雅文化 觉得现在年轻人都不行 都是那个久近老太的心态 但我到今天呢 我会看到这些东西 觉得很好玩 而且也觉得 这些雅文化现象呢 跟我们年轻熟了 其实是异曲同工 那我小时候也喜欢看这个动画片啊 觉得动画片好看啊 易懂啊 而且记忆深刻呀 那今天为什么 现在的孩子去看动画片 家长有时候就很担忧呢 其实没必要担忧 就是我们一旦拥有了这种生活 什么生活呢 就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 我们对事情啊 都要持一种包容的态度 我不是一直在说吗 精心做事宽容待人 是吧 你宽容待人也包括宽容待事 如果你是这样一种心态 你的人生就会变得丰富很多 你的内心自然也会变得强大很多 这就是我对二次元 对现在年轻人的一种态度 到今天我们对二次元的世界已经比较熟悉了 年轻人就非常熟悉了 甭管是二维三维的动画 还是什么三批四批五批 甚至全息影像或者VR游戏 只要是架空的 不是现实有的 幻想出来的虚拟世界 都可以归为二次元世界 二次元现在已成为年轻流行 最酷最潮的一个代名词 从某种意义上讲 它是免费的移动互联网提供的这个机会 我们可以回想我们自己 我今年都六十五了 我的童年时代 我小时候看到的二次元 这个除了小时候就是动画片了 我们小时候看动画片 其实都一样 这个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一个动画片 到今天印象深刻的叫 《眉头脑语不高兴》 哈 你瞧呀 拿了这个又忘了那个 喂 喂 这孩子做事怎么这么丢三落四的 哦 怪不得他叫眉头脑呢 不高兴 这个孩子啊 一开口总这么三个字 不高兴 要不怎么叫他不高兴呢 他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两个主角 一个叫眉头脑 一个就叫不高兴 这眉头脑呢 设计了一个大楼 盖了一个大楼 有多少层呢 有999层 我们今天啊 中国最高楼 上海中心大厦 官复博物馆在37层上 那个楼 只有120多层 999层的这种大厦 到今天为止 全世界也没有人能盖起来 但这眉头脑就盖起来了 但他忘了一件事 忘了设计电梯了 所以把去楼顶上看戏的观众给害苦了 为了看这个演出呢 得带上一个月的干粮 外加棉被 就是不停地攀爬这个楼梯 为看一场戏 那这个动画片里 另一个角色叫什么呢 叫不高兴 这不高兴啊 就是干什么都不高兴 但是他演武松打虎的那个老虎 所以在那场戏中啊 他本来是一种挨打的局面 武松打虎大家都很熟悉了 他演老虎 你挨完打这事就结了 但戏演到关键的时刻呢 他那股不高兴的脾气上来了 说什么都不高兴了 反过来还要打武松 所以呢 就是剧场大乱 一直打到台下看戏的眉头脑 两人在满大楼里啊 这个追跑 摔得七零八落的 这是我小时候对 这个眉头脑和不高兴的一个 清晰的印象 这电影是什么时候拍的呢 是1962年拍的 那一年呢 我到出生了 我七岁 七岁 正好是上小学的时候 是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的 当时呢 也算非常潮的动画片 那么同年呢 还有一部啊 也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的 这个动画电影 叫什么 叫大闹天宫 这种动画片厂出的 这种动画片厂出的 这个动画片厂出的